大家好,欢迎来到三小只Talk体育 10月30日,为期6天的阿曼WTT常规挑战赛正赛开打至两天的资格赛已经打完了 从今日开始进入正赛 随着冠军赛和支线赛的逐渐增多 像这种不上不下的常规赛 越来越没有吸引力了主力不愿来,新人打不上 位置越来越尴尬 导致现在举办的场次越来越少 一个月也轮不到一次了 可是,对于中国女兵的次主力和新人们来说 这种积分400分的比赛却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这个级别的球员太多了 可是,一,受参赛人数限制 像600分的冠军赛以上的那些高级别赛事 他们打不上要由主力来打 二,受排名限制125分的支线赛这些低级别赛事 他们不少人也打不上因为支线赛是锻炼小将的 你排名稍高一点就不让打了 所以说,机会难得 一旦有了这种常规赛机会 我们的球员就会蜂拥参赛 像这次阿曼战常规赛 中国女兵就一下派出了11人参赛 分别为钱天一、宽曼 合卓家秦于轩 纵哥曼、韩菲尔 石巡谣、陈毅 杨毅运、朱思冰、李雅可 浩浩荡荡的 这个队伍很庞大吧 除了主力,其他人基本都来了 可反观我们的老对手日本女兵呢 根本就不拿这种比赛当回事 这次他们只来了一个人大腾杀月 而像张本美和等这些主力呢 把精力都放在冠军赛以上 那些高级别赛事了 根本看不上这种比赛 估计以后也很少参加了 那么这次张本美和梅来 日本女兵只有一颗独苗参赛 我们又有那么多人参加 十一打一 这次能夺冠吗 说实话 尽管这样也有点不太好讲 因为就是他们这个独苗大腾杀月 却刚刚夺得了上一战冠军赛的冠军 而中国女兵连决赛都打不进去 所以说 这个二十岁的大腾杀月也非常猛 是继张本美和之后 日本女兵崛起的又一个新星 实力不容小事 这次尽管只有她一人参赛 中国女兵想赢她 恐怕也没那么容易 说实话 十一人打一个人 如果再打不过 拿不了冠军 估计会被日本女兵笑死 被我们压制了那么久 现在要翻身了 他们会歇斯底里地发泄 希望我们这次参赛的中国女兵 十一名球员要争口气 能有人站出来击败她 不要再让她踩着我们登顶了 那么这个大腾杀月 为何能像张本美和那样 快速崛起呢 其中的主要原因 还是那个大家都不愿面对 也不愿承认的事实 那就是我们的打法落后了 我们中国女兵 从上到下 还是以反手为主的 传统的女子化打法 正手好 杀伤力强的 没有几个 可人家日本女兵新生代呢 已经进入 以正手为主的男子化 暴力打法了 双方已经有代差 不在一个时代了 可我们还对此熟视无睹 无论张本美和 还是大腾杀月 包括他们后面的那批小将 都有两个共同特点 一 反手能力不比你差 能与你持平 甚至还超过你 二 可正手能力都很强 非常暴力 杀伤力很强 已经碾压你了 这个比赛还怎么打 他们是典型的男子化打法 正手突出 力量强悍 强硬暴力 像我们这种反手为主的 温和的女子化打法 怎么与它抗衡 女人怎么能打过男人 所以说落后就要挨打 而顽固保守不改正 就会被打得更惨 要能认识到 这种打法上的问题 逐渐改正才行 否则以后 可能会越来越吃力 一旦让日本女兵 越打越舒服 那可不是好事 当然了 与张本美和相比 这个大腾杀月 也有一个短板 那就是技术有点偏粗 属于大刀阔斧型的 这是一个可乘之机 希望中国女兵教练组 这次能用点心 好好研究下这一点 争取能战胜它 拿下这个冠军 加油吧 北京时间10月30日 WTT世界聘联官方宣布 11月3日到10日的 WTT法兰克福冠军赛 中国对男单将有 王楚钦 林诗栋 林高远三人参加 中国对女单将有 王曼玉 王毅迪 陈信同参赛 名单还在持续更新中 男单世界第一的 王楚钦 回归赛场 成为到大家关注的话题 巴黎奥运会后 王楚钦输了不少外战 这次出征法兰克福 他能不能打一场翻身仗 值得关注 可以说 王楚钦是截止目前 国平历史上 受网友关注第二高的 男子奥运冠军 这里只说 油量和关注度 2016年里 约奥运会后 张继科在关注度上 达到历史顶点 马龙的历史战绩 虽然标柄史册 但引流和关注度上 马龙严格地说 没有占到最高峰 马龙曾在最巅峰时期 创造四年半 1658天 186场外战不败 给很多网友 造成一种错觉 就是国平主力 一旦输外战 就是天大的事 这几年 樊振东也输过不少外战 但巴黎关键时候 顶起来了 这就是好样的 无形中 用马龙最辉煌时期的 标准为持 去丈量樊振东 甚至王楚钦 确实有些苛刻了 而且男子乒乓球 特别是欧洲的整体水平 一直不低 偶尔就是能出一些 可以与国平抗衡一两场球 甚至一段时间的高手 国平男子主力 在国际赛场上遭暴冷 概率远大于女子 在马龙之前 历代国平南线主力 输过不少外战 只是后来 他们很多人 在更关键的赛事里 拿到了冠军 他们之前输外战的黑历史 不太为人们所记住而已 1999年南兵世界杯 王立琴首场小组赛 一比二输给日本销球手 松下豪二后 中国队总教练蔡振华 确实气不过 当着十余名记者 骂王立琴是木瓜脑袋 1997年曼彻斯特式兵赛 刘国梁第二轮爆冷 输给欧洲二流选手 卡拉卡赛为奇 使得自己成为大满贯的时间 推迟了两年 1995年 美国亚特兰大世界杯 刚刚在天津士兵赛上 闪耀的双星刘国梁 孔令辉 遭遇滑铁炉 中国队八强战 就二比三输给韩国 只获得第五 刘国梁输球后 瘫倒在球台旁 抱着小辉 抱头痛哭 竞技体育是很残酷的 乒乓球这个领域只是前十多年 中国队优势太大 才显得我们出去打外战 经常是所向披靡 本周的最新世界排名 王楚钦比第二名临时动止 多不到2000分 再不出来打比赛 世界第一宝座很快就会一人 巴黎奥运会后 王楚钦不论是中国公开赛 还是阿斯塔纳亚锦赛 整体情况就是不在状态 再加上 他现在受舆论关注非常高 比赛的时候 自身压力也比较大 中国大满观赛 输给丹麦的林德 亚锦赛南丹八强战 输给18岁的吴尚银儿子吴俊成 这两场球还能理解 但是亚锦赛男团 输给伊朗14岁的 本亚明法拉吉 就有点确实让人看不懂了 王楚钦肯定也是不想输球的 正是这种心态 导致自身心理负担过重 但这种级别的顶级球员 下陷到了意外输 14岁外国对手的地步 确实有些令人触目心惊 当然 王楚钦只是个2000年出生的 年轻小伙子 尽快回归赛场 用成绩来证明 自己是当务之急 这战法兰克福赛不说 一定要男单夺冠 只要打出自己的水平 不要让大家再吃惊就好